一月八號開始 微蘭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恭喜王敬明 最近入選了臺灣的棒球名人堂 那相信球免非常懷念 他輝煌的陽季時期 還要說到建載的成名之地 紐約陽季 現金彈 台灣軍正正對投手環節 做出補償 目前有哪些細節 我們一起關心 恭喜沈默王牌 恭喜王敬明 成功入選了第十一屆 臺灣棒球名人堂 實至名歸 畢竟建載過去 在大聯盟陽季的輝煌時期 是不少球迷心中難忘的回憶 更是大家熬夜 黑著眼眶 鎖定電視的一大原因 而王敬明也在2006 2007年連續兩季 取得十九勝的成績 回應臺灣球迷期待 並掀起相當巨大的棒球旋風 最終在大聯盟生涯九個賽季中 留下六十八勝不俗成績 回國後也不忘栽培後輩 新人忠信兄弟投手教練 持續孕育新一代臺灣好投 也讓他第二度挑戰 就成功以總共五十六張選票中 南瓜高達五十二張 入主臺灣棒球名人堂 至於見載成名之處的陽姬 考量到投手群 除了王牌Gary Cole以外 其餘的投球戰力較為薄弱 因此近期除了找來的球們 加入投手輪值 也和賽洋強投Blacknell有所接觸 據傳開出五年1.5億美金的合約 不料Snell陣營期望的價碼 高達七年兩億美金 讓陽姬球團就此打住談判腳步 畢竟不只是條文君 還有不少球隊對Blacknell抱有慾慾 1-1 count, what's he gonna throw? curveball in the dirt, nice take by Rendon 2-1, stop right there OK, 2-1 count, typically folks with a guy who throws 95 to 98 he elevates high cheese in the zone 2-1 count, with a guy throwing that hard he's gonna throw a fastball, go ahead and play it Change up, off the plate, 3-1 count is he gonna throw a heater here? Probably? Would you? Nope, another change up Walks Rendon 今天有招牌左頭的變化球左時犀利 但投球策略跟上個賽季 平均每場比賽只是五局的投球拘束 是不少球隊不敢開出巨額且長期大躍的原因 寧願仰賴自身農場體系 培養出優質的年輕投手 而其中調文軍團2017年第一輪選中的 Clark Schmidt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儘管去年首次獲得較多先發出賽機會的 Schmidt 狂下了159局,戰績九勝九敗 僅腳出較為普通的4.64ERA 但季後仍獲得球隊肯定 以一年兩百萬美金的價碼再續前緣 I think the sinker was like the first adjustment that we want to make some tinker with some things and honestly, I've been throwing bullpens and very very excited with kind of the adjustments that I've made so far on that what the change up I wanted to refine so we you know, we've made some good some good adjustments on that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other small things like whether it's like certain pitches just continuing to refine whether it be the command of them or the specific shape I think you know, I'm trying to keep up with Garrett you know, he's kind of leading the charge as far as innings go in the league and he's been doing that for some years so I kind of try to follow his footsteps as far as that goes 楊姬僅給出一年合約 除了要避免2024年Crash Mead的薪資重裁以外 也要看看正名27歲幼頭 經過一個賽季規律出賽之後 新球季會有多少成長 而這也看出過去邪惡帝國的楊姬 在投手布局簽約上比以往更為小心 畢竟市場上還有不少大物正在代價而估 球團勢必得要步步為營 才能在最正確的時間打出銀彈共識 我來提供下中文報導 教練轉回國內的中華職棒 來關心各隊的羊將補強 富邦漢將除了續約富蘭格之外 也簽下來自委內瑞拉的新羊頭 而談到羊將臺岡雄英也有新的進路 頂隊劉東陽表示已經鎖定羊炮人選 定位是偏向長打能力的那野獸 據說洪總也相當滿意 中職球隊迎接新賽季 富邦漢將世紀統一時後 第二支開始春訓的球隊 由新任總教練陳金鋒帶頭 希望能有全新氣象 而近期也跟兩位羊頭敲定合約 除了已經待兩年的富蘭格旭劉 也簽下來自委內瑞拉的羅科 有過兩年大聯盟資歷的他 預計將在二月報導 提到羊將話題 新球隊台岡雄英也有更新 領隊劉東陽表示已經確定羊炮人選 而諸葛洪中也很滿意 鎖定羊炮人選後 雄英將在十七號的陳軍記者會 宣布由洪一中總教練領軍的 完整教練團名單 目前則可以確定上季的外籍教練 路易士橫田九澤都會續留 新賽季還會加入日籍體能總監 控管小英們的身體狀況 投入一軍前的春訓 那當然是特別的重要 所以我們會延續去年整個球隊的 一個訓練的方針 因為是對選手來說 第一個一軍的球技 所以他們的整個體能的一個調節 也特別的重要 所以我們這邊也有聘請一位 日籍的體能的總監 來這邊做協助 但是熱身賽還是以調整為主啦 不過還是希望能夠打出 不錯的成績 因為這樣對選手的自信心來說 會有很大的幫助 談到十八號開始的春訓 劉東陽表示目前球團 有在聯繫春訓期間的熱身賽對手 有考慮韓國的職業隊 就是希望能讓球員們儘早進入狀況 準備好面對對時首個一軍賽季 我來體育臺採訪報導 這幾年的職棒 場外的拉拉隊更是人氣的保證 要來關心的是台港的Winstar 拉拉隊 今天舉辦了記者會 沒錯 包含最強外掛 王真宣都親自清零了記者回現場 而且Winstar的洋將不只有他 還有一位青春精靈也正式亮相 是誰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棒球正值修賽季 不只球隊要簽約補強 球員也要積極訓練 場邊焦點拉拉隊更是要提升自我的實力 才能在新賽季大放異彩 台港集團從去年八月展開征選 經過長時間的選拔 Winstar拉拉隊終於在十五號正式成軍 接下來將擔任球隊的堅強後盾 眾所矚目的最強外掛安之軒 更是在隊內擔任要角 Winstar拉斯的十三位成員 特別飛到韓國進行培訓 包含唱歌 跳舞 鏡頭應對等課程 幫助女孩們更加成長 也前往安之軒的母隊 搶先體驗應援的感覺 而且Winstar的洋將可不只有安之軒一個人 今天也宣布另外一位韓國女孩普民術 將成為拉拉隊的最後一塊重要拼圖 我覺得培訓是大家朝夕相處在一起 所以我們之間的感情啊 然後還有吸收的知識什麼的 真的是日積月累 然後就是慢慢一直到現在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台岡集團目前有台岡雄英 台岡獵鷹以及台岡足球隊 橫跨棒球 籃球還有足球 如今成立Winstar拉拉隊 是旗下的第四隊 也請球迷記得鎖定職棒 還有直籃等賽事的轉播 才不會錯過Winstar的應援身影 我來體育台採訪報導 我來體育到